就順著你這個邏輯 我找一個類似你這個話題 有了 歡場無真愛 現場沒有人去過歡場 就只是你有你 什麼話 你沒有去過嗎 我的演藝生涯有一半 你都有參與 反正以前我們都在酒店裡面 以前我們不去 POP我們都看不起的 明星怎麼可以去POP裡面 撈掉 拋頭撈掉 被人家笑 然後一般的什麼卡拉OK 跟不上檔次的 我們都在最高級的酒店裡面 鑽石年代 金色年代 你問玉琳哥都最貴的 那個進去 沒有五萬 八萬 一個晚上 你不要出來的 大概久一點都可以買一台國產車 你那個可以買 在日本買多少店面了 你不知道 我知道 浪費錢 所以我說我喝酒 不要把這種沒水盾的事情 跟陳怡扯在一起 我光請這些大根的 我為什麼會請大哥我們喝酒 其實應該他請我喝酒 反正我想 都是比我有錢 哪一個比我窮 結果都是我買單 因為我覺得 我將來要有更多的活 我將來要有更多工作 我需要大哥們幫助 對不對 我們的觀念是這樣 我們要對這個大哥禮貌到 不但是大哥喝酒 喝什麼 還要喝喝味什麼酒 是喝威士忌 還是喝Brandy的 是Matteo的 還是人頭馬的 要不然小姐進來坐台 是坐公台還是坐 師台 實在就不能轉台了 那一坐下去就是一萬二 所以一個晚上莫名其妙 十二萬 十五萬就這樣花掉了 我那個晚上十五萬 我一個月那時候 我不過才拿四到五萬 一個月 我一趴晚上酒 我要喝掉十五萬 十五萬 然後喝酒之後 就認識了裡面的小姐 在酒店認識的小姐 然後聽說你有 我就包養她 養她八年 對 我養她八年 那一個月的包養肺 所以她是女朋友嗎 沒有 壞 沒有 她幫她重量的意思 她本來還上班 後來還就 幫她重量 不要上班了 對 那是更糟糕了 她沒在家裡面等我 等我 她知道我一定外面 對 這是這個意思 而且我沒有找她一起來同居 是有一點我回答的時候 我看到門口 怎麼會有棉被 枕頭 鍋碗 瓢盆 結果後來她就跳出來給我 驚喜 老公 這些都是我買的 因為她就跟了妳 她搬進來 我是裡面的基尤谷 只有我是單身的 那時候妳還沒有 對 所以她就看中我了 所以妳幫她就是 我的噩夢也就從此開始了 她每天知道我在喝酒 就每天到處 我不可能一直到同一家酒店 去喝酒 大哥們也不可能 就到處到處循環 每個地方聚焦 新鮮幹嘛 人家跑湯這樣 但是她有很多的縣民 她有很多的朋友 同事 都在此家酒店上班 她就打電話 知道我在哪一家之後 她可以就一個人從家裡面 坐這輛車到店裡面 包廂 包廂問好了 結果這一間 你們腳都踹開來 董志誠 你給我站起來回家 我真的很氣 那個時候好像就是 被人桌間在床的感覺 抗戰 真的把妳看 這個故事剛剛知道 他那年你還沒有辦法跟他分手 因為他看過那個女的 他也不願意分 他不願意分 你分不了 而且他 好 我就跟他分了幾次之後 他突然得了重度憂鬱症 他有恐慌症 他有一個人在家 有郵避空間什麼恐慌 結果每天晚上 經常到2點 3點 他趕快叫我回家 幹嘛 他叫我帶他去仁愛醫院 去檢查 什麼他的脈搏什麼 他半面麻掉 後來你怎麼擺脫他 半面麻掉了 他手也痛 頭也痛 哪裡也痛 整個晚上檢查下來 沒有問題 一點問題都沒有 那後來怎麼了 是他心裡的疾病 他有沒有 他就是愛你 懷了你的孩子 沒有 我最後就說 你放我一馬吧 我也留給你一片天 房子你繼續住 你去交男朋友 拜託 就是不要 因為我不可能跟他有結果的 不是因為他的出生 最重要是 很多方面我們已經 感覺都變得不一樣了 後來他交到男朋友了 我沒有交女朋友 因為我還在跟這些大哥喝酒 為什麼要交女朋友 那你房租繼續付嗎 我付 我幫他跟男朋友付了一年 你幫他跟男朋友付一整年 一年 一整年的房租 我差一點沒有要發薪水 給他男朋友了 做得好 好工作 替你做工 因為你把我 這你的 我認識對不對 對 當他傳訊息給我的時候 我真的 我差一點我從椅子上 又翻下去了 原來他是說 他已經結婚 而且生活沒滿 不要再打擾他了 你不是後來有去地球村 教美語嗎 沒有 我去補英文 沒有 後來認識的英文老師 現在也離 現在是我的前妻 我現在是我的前妻 好 OK 我前妻也是 來 製作孽 不可活 也是給我自己害的 所以我講 對 來 董哥 怎麼說 怎麼說 我前妻也是 來 製作孽 不可活 也是給我自己害的 所以我講 對 來 董哥 怎麼說 怎麼說 本來就不複雜 這個感情方面 如果說你可以找出 誰對誰說話 你會怕簡單複雜話 因為感情跟婚姻 它根本就不是數學問題 製作孽 不敢活 對 我製作孽 我不應該去北漂的 我北漂了三年 我原原本本覺得說 我在大陸已經布局都OK了 但是遠距離 我的確沒有辦法撐住 所以當疫情 2020年武漢被包的時候 那時候馬上北京 我聽到的聲音 我坐在北京朝朝區 然後中南海馬上要包了 所以我就立刻就 搭了一班飛機回來 回來之後 我的婚姻就 結束了 就結束了 老師你在大陸的時候 你沒有秀出警訊來嗎 你剛到大陸去 畢竟在這麼一個大的一個 大陸水更深了 我跟你講 大概14億人 我們才2000萬人 他一個河南的鄭州省會 就5000萬人了 所以在這麼多地方 你是不是要先跟製作人 要認識 你是不是要先跟他們的製片人 導演 或者說能夠決定 你能不能拍這個戲 或者說你能不能上 綜藝節目的決定權的人 約酒 又是酒 酒又來了 所以我本來已經很酒不喝酒了 因為我結婚了 我有正常家庭了 但那個時候 我老婆竟然打到北京的時候 我也是有點語無倫次 我沒在拍戲的時候 我依然在喝 所以就因為這樣子 他覺得 你其實換個地方喝酒 你跟我講 你有多大的什麼 遠大的目標 你想你想到北京 你想到橫店 你想到懷柔片場去什麼 拍不好戲 藉口 藉口 對 結果就在 他的不諒解 跟我自己的自以為是 情況之下 我 最後回來之後 我很 很心痛的 我跟妳講一下心痛的 因為我老婆 我到目前為止 我還是覺得 他是個很棒的人 他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而且我結婚的時候 他都幫了很大很大的忙 他是總招待 他很後悔 我是很後悔 因為 撕掉了一段婚姻 所以 當我現在看到 你們有老婆陪著 當我看到 玉琳哥什麼 房子要幫小孩子再裝潢一下 什麼的 我聽前一講 我都感覺到那種溫馨 你要想想看 現在我是一個人晚上回到家的時候 不但我聽不到有人喊我一聲爸爸 甚至吃飯的時候也沒有喊我一聲 吃飯了 可是以前我也沒有跟我兒子或是我太小 過多的互動 我還在台灣的時候 可是我就會聽到 該吃飯的時候就會喊有人喊你吃飯了 或是有人背著書包回來 補習回來喊你 爸 我回來了 現在我連要聽這兩個聲音 都是很奢侈 也沒有人幫你留那一盞燈了 沒有啦 我自己的 家裡的得開門 然後去買便當 然後回來把自己填飽 就這樣子 好 因為大家都有機會 可以跟大哥講話 那你有機會跟前妻講話 他在一號機那裡 我不會講 我很難有這麼 著於開口的時候 因為已經都兩年半沒說了 要正經講話的時候 反而不會講話 對 我不是正經 就是說 我覺得我再多的 言語 抱歉 或者說我再多的言語也 可能挽不回他的 無法拟捕 他所做的決定 那就這樣子 希望好好我過好自己 然後注意自己的健康 因為他的健康一直不是特別好 你要跟我們保重 然後帶好我們的小孩 就這樣子 感人 一個正面教材 對 有的人分開 然後一直在那邊 罵 人家說結婚一定要慢 因為結婚慢的原因是 你可以互相了解 互相地磨合 但離婚一定要快 快刀斬亂法 因為你越拖越久 擺戲脫膨 而且每個人的問題 都在不斷增加 你今天隔了一天 還沒隔天 其實兩個是想離的 那為什麼不趕快就做個決定 等到你隔了一年 隔了兩年 一直打官司 你覺得後來的情況會更好看嗎 只會讓兩邊更難看 心傷的個人 你現在是在跟誰講 對 我也不知道你在勸誰 因為我們沒人有這個事情 我跟很多 還在做這樣子內心掙扎的人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